是有一種速度的感覺 但沒有速度的實體 這部是相當原狀的 相當原狀 人的整個骨落和車身的骨架連起來 將那些醉肉、脂肪、豆腐 全部都bypass 這件事想做很久 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有十年了 由Top9開始說到現在 終於完成了 叫了這麼多代五仔出來 真是謝謝這次MX5 The Roadster的車會 幫我們找齊這麼多一部車 沒錯 還有這部ND是雲憶租車借給我們的 也感謝他們 試哪一部 事不宜遲 不如先玩一部原組的 好 好久沒有駕駛過NA 這部是NA6 是的 1600cc 沒錯 你堅持要叫1600、1800 這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對的 因為第一代是NA 後來就有NA8C 對的 是 我當年買的那一部 1991年 是 是最原造的 我記得當年買是你叫我買的 是嗎 是的 我說 MR2還是MX5 NA 你用了0.02秒 是嗎 為甚麼 我想問為甚麼 首先我覺得你不像梁朝偉 還有1600的MX5是挺私密的 是 是有一種速度的感覺 但沒有速度的實體 對的 沒有速度的實體 所以 如果一段時間沒有駕駛過 重新再上路 我會覺得這部是會令你取回駕駛的樂趣 也是 當年我買的車也是想駕駛過 是 對的 只要練車 你選擇最帥的那一部是練車 但你害我 為甚麼 現在MR2是否貴一點 貴到神經病 買了一部MR2還保持著我 現在發財了 但我覺得MR2你會撞到 會不會 首先 MX5的盤是當年多些 你買選擇時是多些 便宜貴的狀態不一樣 也有 MR2一直以來都是小盤 而且盒器比較多 是的 對的 MX5始終太簡單 對的 很簡單 很簡單 但今天 把車齊齊齊齊 其實我們都必須要 戴上帽子 戴上頭盔 戴上臉 我們今天不是說故事 是的 我們不是說MX5的起源發展 之類 我們純粹是自肥 想試了這麼多代MX5 大家都知道 MX5的數目在香港不少 但大部份都經過私人化改裝 是有個性化的 這部車的其中一個特色 保持原裝只是一批人 因為它真的太多改變 太多件 新新舊舊 即是美國、日本 我不知道哪裏 甚麼國家都有出去的件 玩到千奇百怪 怎樣都有 反而現在到這一刻來說 很多保持原裝真的不完結 都可能是 因為真的太過要小心保養 保護它 全原裝又貴一點 是的 其實說真的 你說MR2炒得貴 NA的MX5都不便宜 有一件事 告訴觀眾 其實你做車媒 做了這麼多年 你應該見過無數汽車的媒體 人買一部MX5 哪一代都好 每個人都有過 有過 有過 對 很多人都有過 就算沒有也像我這樣計劃有 因為早年真的便宜 其實這部車真的好玩 你又不用改裝 車評人大部份有一個通病 就是無論駕駛得多快的人 都是買一些很普通的車 買一些很平庸的車 因為你開工 現在駕駛巴拉利 駕駛堅利 那你怎樣追 我們平時已經滿足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反而拿回慢一點的速度 不用那麼高 馬力不用那麼大 反而開心心的車 省油一點 對 省油一點 所以MX5是其中一個現本選擇 對 它有 就是你剛才說的特色 但它真的樂趣很多 對 又開逢又多了一件事玩 對 這部92年的第一代 MX5NA 是Oscar大約2018年的時候買入的 原來他讀中一的時候 坐過地理科老師那部MX5 V-SPEC 之後就真的喜歡了MX5 長大之後 有能力買車的時候 就找回MX5 最難得是他太太都駕開電單車 都喜歡開逢 說開逢車有電單車的感覺 Oscar覺得MX5很好玩 好好駕 馬力細細 但感覺很快 有刺激感 這麼多年來駕駛MX5 有多困難呢 他其實替他自己的車 就全車翻身過一次 他覺得生壽不是最大的問題 做足防壽就可以了 反而是車頂入水的問題比較麻煩 就算換了膠邊 三十多年車 車架路化加上扭曲就會入水 有什麼方法 天氣好才開出街 你覺不覺好像和你那一輛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的 雖然那一輛都經過無數個 殷核 接觸我 你那一輛多少 雙位數 我忘記了多少 雙位數 當然買回來完全不正型 什麼都有改過 但我那輛引擎是比較原裝 不過有些問題 當年也有些窒油 等問題 但這輛呢 明顯就是引擎是很精神 很精神 剛才我駕駛我一跳 剛才聽車主朋友說 短期內重新換引擎 即是換了引擎 所以引擎是很精神的 車身就明顯有很多不同的改裝 又調低了 避震也應該倒閉了 所以整個車都比較硬 我私以偶避都改了 所以唐泰的反應 比我預期好像不同 好像有少許延避 對 有少許 但引擎真的低轉 我便覺得為何好像加了料 好像吃了壯壯 有少許延避 這麼厲害 不過4000轉打後也是三代 也是這樣的 MX5的灌套路 你別玩高轉 但它的懸掛不算很誇張 我覺得改裝也不錯 對 不會撐到硬至 下面就是石屎板 上面就是圍頭褲 有點怪怪的 你的腳步也相當精神 對 挺好的 因為始終車真的有些年紀 無論是標台或個人的 都一定會有些鬆散 正常的 對 它又強化了車底盤 對 反而震盪大了 你會更加聽到那些聲音 對 其他東西都受光了 但你玩得這些車就預料了 預料了 冷氣也不要開 車主叫我們上山不要開冷氣 你以前是嗎 以前有時認識 駕車上車就認識 我們稍後再看看 1800馬力大些 即是基本多十幾二十元 還有其中1800是有VBTI 那種系統 扭力應該更加好 大NB 是的 NB 又看看有沒有不同 好 這部1995年 V-SPEC1800是車主Joey 第二部的MX5 第一部是2002年買入 1600黑色的V-SPEC 他說曾經聽一個DJ說過 男人30歲前要駕駛開篷車 而且他個人又特別喜歡日本車 再加上揭燈 計計賣賣 真是只有MX5 Joey說 1600的通病是冷氣散熱不夠 打瀾磨皮帶輪 很容易生瘦而食 皮帶斷皮帶 他自己就試過在農場倒過兩次 嗚嗚嗚 飄白煙 都幾頭痛 改用1800的皮帶輪 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冷氣就要加多把風扇就穩陣 另一個問題就是生瘦 他買這部綠色V-SPEC之前 在香港都找過很多盤 每次看車都一定看後輪的沙板內側 裙腳有沒有生瘦 有一次他看到一部很適合心水 很適合顏色的車 車身狀況亦都很帥氣 到看車時 他問賣家可不可以睹下後輪內壁 但他不負責 賣家很自信地回答他 沒問題 誰知一睹就穿了 裏面生瘦 Joey說當時都十分尷尬 剛才你開的1.6 有沒有感覺回來了 有一點 很懷念你以前那輛 有一點 不過這輛感覺強烈一點 這輛是V-SPEC Ladi Ladi軚盤 我當時那輛也是V-SPEC 我認得的是這個龍 這個軚盤 我就拿不回了 這個波棍 我還是有桌面 我看 但這輛呢 你覺得大不大分別 我覺得不大分別 快點這樣說 兩輛都不快 但轉速不同的區域 感覺有點不同 這輛好像在低轉速區域 順滑一點 紅厚一點 我真的在30年前開的 我真的覺得那時的1.6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低轉的力量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勇 差一點是差一點的 但真的不是很明顯 或者是天與地的分別 但今天駕駛 我不管它是1.6 還是1.8 還是很好玩 很好玩 即是你一輛110多匹 又或者來到這輛120多匹 是的 這樣的車仔 這麼輕的車身 整個動態 你一進彎那一下 整個車都放進去 但馬上就咬緊了 然後車就順著彎去 那感覺真的很棒 你看到我們一起彎 真的不要緊 首先它的重心本身已經很低 很低 車又輕 懸掛本身已經很美 當然有些人玩下去的話 就覺得我要再硬一點 讓我盡情一點 而且我們過客 你不是過客 你曾經是主人 我是過客 我就覺得這種感覺 現在這個狀況很好 特別是行山路 這輛都相當原裝 相當原裝 唯獨是一條輛 它換了15吋 原裝跟回來都是14吋 這位車主Joey說 14吋再靈活一點 應該是 但為何換15吋 他說不行 我忍不住把BPSLINK放進去 太漂亮了 車都未到已經訂了BPSLINK 即是他已經買好衣服鞋物 但他仍未到 他不買原裝 很粗餅的 圓圓圓圓 有點像Mini 可能他也有 我沒有問他 有一個感覺很強烈 特別是到這些車輕靈活 馬力不用太大 馬力不大便不會令你很忙 蓋過其他感官的時候 這輛軚的感覺很好 一來是Nardi軚 只要駕駛下去已經覺得 嘩 不想縮手 就是每轉一個彎 和速度和重量轉移 和給予你太重的感覺 真的有變化 是啊 這感覺很棒 消失了很久 不過你說這個Nardi 我都覺得很神奇 這麼幼的軚盤 我當年是第一次駕駛 還要木的 然後我發現木的 可以這麼絕手 對 我以為線 然後這麼幼 原來很好扭 這個感覺是跟我們近年駕駛的皮苔 比較正常是粗一點的 感覺是很不同的 一波這樣踩上去順踩 稍為重腳一點順踩 速度真的不高 你的感覺是強的 對 感覺很強 視線這麼低貼著地 已經將速度這樣放大 車身又Roll 然後風迎來的感覺 再加上聲音 你以為很快 對 看一看 都是5、60 但夠開心 夠開心 有時馬士德造車 我們或許多人覺得 它比較underpower 但我覺得他們追求的東西不同 他們先顧及了 handling的樂趣 那它真的做到 其實不止MX5 我想它不少車都給我們這個感覺 嗯 當時有駕駛師說過 有人問他為何不放大力的引擎 之類 他便說其實我要那個質感 發展這輛車的時代 DHC已經開始流行 輸出很高 但他也說如果讓我選擇 我喜歡SOHC 有些質感 他就是要這些東西 所以要車駕駛有質感 rather than只有速度 所以他們體驗了一部好玩 好駕駛的車 其實不是只有速度 即是速度只是一部份 我多久沒有駕駛過Wire油門 那種感覺很爽 即是電子油門總是有少許延遲 有少許延遲 即是在計算 Forto不是跟你們同步 對 我想說當年買了一部NA 我覺得他是一部老司 他教會了很多東西 無論是駕駛或駕駛樂趣 這些比較容易拿到的東西 還有例如整車 整車都教會了一些東西 我不是下手做 但在車房打開頭錦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有甚麼 這裏有甚麼事 很簡單就可以看到 我要買哪些零件 哪些又出了問題 現在的車是很難的 這架真是很簡單的結構 可能你對汽車的機械上 都會多了一些形式 怎樣說也好 這架車很原汁原味 是 車主Joey還保持14吋輪 隨時可以換回原裝 保持感好 到你跟阿龍Sir去游車好 今天這麼好 第二代出場 第二代 MB 大家看到這部Blazing Yellow 2002年MB 主人Kevin在2009年買入 一直用到現在 他小時候已經知道MX5這部車 到大過了都是開萬事得的121 萬事得2 後期還買過豐田的Rax 寶馬的118i 全部都是棍波 不過他始終都覺得 開起來MB是最好玩的 最開心的 操控也是最好的 感覺好像很快 Kevin選擇MB而不選NA 是因為MB的車廂雜聲比較少 他自己喜歡一個人 一邊開車一邊聽音樂 所以車廂要靜點 至於保養問題 他覺得讓MX5最難 就是找適整的師傅 零件的東西 給一些恆心就一定找到 老Sir 你上次跟Edmond開的S2000很開心 開心開心 開篷Roster 萬事得的MX5 其實這麼多年來很好賣 沒錯 然後非常受歡迎 但一個這麼短 前置後驅結構這麼簡單的Rosa 可以做到這麼受歡迎 給了這麼多樂趣的人 你對它的機械設計 有甚麼看法 我覺得這樣 它本身已經有 令人快樂的元素 F-R 雙座位 坐得後 低重心 開篷 手波 齊不齊 但為何它這麼經典 這麼好賣 我覺得其實是一件事 是 就是它能夠把成本 控制到平民化 這個很對 當年Roster 都是一些高檔的東西 沒錯 MX5可以做到低價位 大家都享受到Roster 又是它成功的地方 沒錯 所以如果你說 它有甚麼特性 就應該看看 它為何可以 把成本控制得這麼好 五六十年代 那些英國 意大利 做這些跑車 做到整個 對 但它名流青史 還賺大錢 原因 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做一個開篷車 你要骨架做得漂亮 你是很高成本 但如果我用一個普普通通的 unibody的方法 軟來來的車身 又沒有這種味道 所以萬事得中間落敏 我仍然是用一個便宜的unibody 但我們看看以前五六十年代 那些經典的Roster 究竟是怎樣的 例如Rotus的Elan 它的Y型車架 你真是搞不清楚 究竟它是body on frame 還是unibody 有點兩者中間的變種 又或者 譬如很簡單 Servorate的Covic 它做一個輕車身 但它用一種叫torque tube 即是說 用一條管套著整個Drive 3 搏通了尾瓦和車頭 令到骨架一體化 嗯 但這樣很貴 萬事得 就想了解仔 便宜便宜 它一樣是用一個framework的結構 但簡簡單單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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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們普通的unibody 尾瓦驅動一下 骨架一轉 推動雞腿 對嗎 雞腿就推動了螺絲 螺絲 螺絲推動車架 車架一直傳回車頭 然後推動引擎盤 才推動引擎盤 當車架是軟的 這個動作就像隔著豆腐 才能推動其他東西 現在有了這個骨架 你車輪任何的動作 馬上跟引擎波箱溝通到 哪怕只差了零點幾秒 哪怕只差了車身的動作 可能只是1-2mm 就是這一點 整個人好像跟骨架連通了 對 很有趣 駕駛這部車是一種很直接的感覺 我們常常說操控 你手和腳都沒有車的感覺 是很強烈的 對 人的整個骨架和車身骨架連起 將那些醉肉、脂肪、豆腐 全部都避免了 不要騷擾 其實馬仕德都頗聰明 對 真的聰明 用便宜的方法做到這東西才厲害 當然 當然 N-A就是這樣做的 去到N-B 成功了 出了名 不可以再做這麼軟的車架 所以N-B 這個PBF骨架結構現存在 連unibody 就加了很多料 對 強化了很多 N-A大家都會覺得偏軟一點 來到N-B 你會感受到車的整個底膽 整個車架是稍微雜實多些 連這些位置的雜聲也比較少 動動的時候後面的接駁位置 N-A是很厲害的 他做第一架的時候 他真的不敢扔這麼多錢 把車做到這樣 對 不知道是否成功 他第一次倒過來 對 因為Roster 老實說在江湖上消失了二十多年 他真的有些歷史性的Mountstone 這部車 帶回去Roster 而且很特別的是 這件事明明是歐洲人 教會日本怎樣享受 不要說教你做 開眼界 Roster跑車是這樣的 但現在回到80年代末期 歐洲這件事 小型廉價的Roster 已經沒有了 重新由日本人 帶回到這個風潮 令到歐洲人 又幾元間班工做 這件事很有趣 對 探迷觀止 對 即是徒弟 教師傅做事 沒錯 不止歐洲 北美都很好買 北美都覺得很棒 這部馬士特 又便宜又過癮 還有他們有大量的改裝玩法 對 多人玩的東西 就有很多貨品玩 我們現在駕駛這部MB 其實也不是很原裝 也有很多東西可以改動 第一就是我們感受到油門 起得很快 它轉了一個比較輕量的Flyview 譬如入風箱改過 增加入風的穩定性 也改了一條粗的舌頭 車頭加了一個很強勁的女際塔頂巴 Anti-urrobar也是設置過 Agent也是強化了 更換了一個梯水箱 哇 好厲害 好厲害 其實MXY特別在 它重心低得來 但有一種很柔和的動作 它不是非常硬性的那種跑車 奇怪的地方就是 人的骨落和車的骨落是互相連通 但車身本身是有一定的柔軟度 有一定的Body Roll 令到你整個過程不緊張 輕鬆愉快地享受一個旅程 其實現在看市價 NA真的炒得比較貴 NB稍微沒有炒得那麼厲害 那你覺不覺選擇一個NB 好像比較發雪 那有些是跳燈死眼派 是啊 其實我當年選擇也是因為跳燈 但我覺得駕駛出來的樂趣 NB也高 跟NA相比沒有小度 如果你純粹很理性 實際用途出發 說操控感受出發 其實NB是更加成熟的設計 也是 NA純粹是買那份情懷 是歷史情懷和跳燈 董Sir 下一集我們繼續去 NA NB之後就 NCND 好厲害 ND董Sir你有沒有駕駛過 沒有 下一集我們就要跟觀眾分享一下 沒錯 記得訂閱按鈴鈴 還有comment like share 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一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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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甚麼 按鈴鈴鈎 對 我們ため